你会把我这屋檐灰鱼都剪进去 那肯定是挑着屋檐灰鱼剪 前两天朋友我寄了好几箱梨 所以我今天打算做一个全梨宴 每一道菜都是用梨做的 但是这种没有什么横菜的家宴 大家的积极性确实不是很高 然后纷纷发微信给我找各种借口 说今天来不了了 所以今天家宴可能只有五六个人参加 今天又将是一次我把联合国小餐桌带到我家的创作 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料理 甚至还有分子料理 有法国菜有意大利菜有希腊菜有北京菜 这在我们家就是最有异国特色的料理了 今天第一道菜是一个经典搭配的全新演绎 就是义式火腿 就是这种风干发酵的火腿来卷梨 火腿卷水果的吃法通常卷的都是哈密瓜呀 无花果呀或者桃子的那种果实非常柔软 汁水风度 而且有那种蜂蜜一样的香甜的味道的水果 因为它就是会和风干火腿的口感形成一个对比嘛 火腿的咸配上那个水果的甜 然后火腿这种薄如蝉翼的质感配上水果那个紧实绵密的质感 然后就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对比 就是火腿这种经过时间发酵的味道 配上水果那种实令新鲜的味道 这两个组合在一起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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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是一种原产自比较寒冷的温带环境的水果 所以在亚洲和欧洲都有当地的品种 但是我觉得欧洲的梨西洋梨完全没有亚洲梨好吃 就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吃到梨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吃起来跟窝瓜似的 皮又厚那个肉又软而且很不细腻 就是吃起来又糙又没有味道 根本就不像我从小到大吃的那种又甜汁水又多又脆的梨似的 这让你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亚洲你不怎么能够听到用梨做的料理 说梨怎么好吃一般就是削了皮切成块最好吃 但是在欧洲你就会有像是红酒煮梨这样的菜 说到红酒煮梨我昨天 我们又见面了 红酒煮梨 这个东西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的一个法国菜谱里面 是一种糖渍水果的做法 然后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红酒煮梨这道菜 是源自于法国里昂地区的伯若来 伯若来是伯根蒂南部的一个红酒产区 所以这道菜的名字在法语里面就叫做 Poix la Bourjolais 意思就是伯若来式的梨 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法国 关于里昂伯根蒂伯若来 我现在要用一瓶澳大利亚红酒来做我这个红酒煮梨 因为我买完这瓶酒才去做的这道菜的功课 这是我煮好已经放了一晚上的梨了 我是打算把它当作一个凉菜来上 因为梨里面的果糖含量比较高 冷藏过之后会让它口感更加清甜 哇这个梨看起来 谁知道这是浸在什么样的毒药里面 幸好参加今天嘉宴的都是成年人 你们都是自愿的 自愿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好好看 好在摆盘45分钟之后 我终于把两个梨活生生的做成了一盘肘子 刚刚收到一只朋友寄来的鸡 这上面写着煲汤最佳 但我觉得水果烤鸡应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项 但是烤鸡我做烤鸡通常都要腌48小时 哎没办法了 临时接到腌鸡的人物 我在很多东西里面塞过很多东西 但是从来没有在鸡里面塞过梨 我的鸡也好了 这个鸡的脊柱有点歪啊 现在我们现在准备一下今天的甜点 首先是一个中式食材搭配西式做法做出来的 冰糖雪梨桂花云豆塔或者派 首先是往这个白云豆里面加一点糖桂花 我之前搅过无数次洋葱和大蒜的搅拌机 现在要用来搅云豆和糖桂花 如果是包馅做点心的话 这个质地有点太稀了 就要用锅再炒一下让它成型 但是因为咱们是做一个塔或者派 它是还要放在烤箱里烤四五十分钟 可以直接放到派瓶里面 我不会把这个派瓶擀得特别薄 因为我技术不行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一个派或者一个塔里面 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瓶 所以我其实是喜欢比较厚一些的口感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 你不要给我一个苹果派 或者一个草莓派 或者任何的水果派 你就给我那个派 但是把它的馅都挖空 就留一层薄薄的那个水果的汁水 配上那个派瓶 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这个是我昨天煮好的冰糖雪莉 但是在我把它铺到那个塔上面之前 先要网上面点缀一些我自己做的李子酱 就是因为我买的那个李子实在是太酸了 我觉得干吃根本吃不下去 所以就把它熬成了酱 这个派的颜色怎么都是全都跟刷墙的涂料似的 而且都是那种第一层会刷的颜色 今天这个派因为上面全都是一些甜味的食材了 就用这个李子来制造一些丰富的口感 我还要把这种西纹花 摆得像朵花一样 或者像是我没有朋友似的 不是我不敢把你翻出来 就是我不敢把你翻出来 他裂了 你没事 你很好 你内心很强大 今天的佳燕还是很完美的 你很好 你非常好 现在我要来准备两种梨和奶酪的搭配方式 因为我在网上做功课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欧洲人是怎么拿梨来做菜的 一般都是搭配像是奶酪啊红酒啊发酵食材 用梨的那种很柔和的清甜去搭配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欧洲梨根本就没什么味道 所以一定要搭配这种味道非常强烈 要么有很强的咸 要么有很强的酸 或者很强的酒性味的那种东西 来给梨提味 然后今天第一个搭配就是用梨配上这个halumi 这是一种加热之后不会融化的奶酪 比较常见于希腊和中东的一些地方 我正用水泡了一些竹签子 然后今天这个梨和halumi的搭配 我是打算用烤箱里面那个收烤功能 把它做成一个梨配奶酪的kebab 就是地中海地区的烤串 然后在上面刷上蜂蜜 最后淋上一些黑醋 又是蜂蜜和黑醋酱这个组合 那什么总是黑醋酱 我觉得我现在血液基本上流淌的就是黑醋酱了 第二种梨和奶酪的组合用到的是 它也是一种山羊奶酪 它是山羊和绵羊的奶混合在一起做成奶酪 但是它和普通的山羊奶酪最大的差别是 它是用盐腌制过的 就是它是浸在那个盐水里面的 质地上也是更紧更实一点 没有那么湿 这回就是简单用梨做一个水果沙拉 配上另外一种水果就是橄榄 没错黑橄榄是一种水果 卡利亚水瓜柳 意大利菜里面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它也是腌制过的 吃起来就是酸酸咸咸的 就是豌豆形状的酸黄瓜 每次我打开一个橄榄罐头 然后闻到里面的味道 我都会很困惑 就不知道我是该洗 还它还是该讨厌它 就是它这个味道 乍一闻很迷人 再一闻有点恶心 橄榄就是这样魔幻的水果 这就是一个水果沙拉嘛 里面就是一些比较超现实的水果 比如说梨啊橄榄啊 Capers这样的东西 配上奶酪也并不奇怪嘛 你想咱们知道那种水果沙拉 它也是用蛋黄酱来配 那也是一个白色的东西嘛 没有什么差别 后现代水果沙拉 现在这个画面里出现的东西 看见哪里像是料理制作环节 这分别是化学实验 然后我今天想做的甜点是 冰糖雪梨果冻 配秋梨糕鱼子酱和椰姜 还有百香果 刚才那个雪梨塔 是中式食材西式做法 现在这个雪梨果冻配秋梨糕鱼子酱 是日常食材的超现实做法 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和口感 你有梨的甜 百香果的酸 椰姜的丝滑奶香 有各种质地 有果冻的Q弹 有煮梨的绵软 有鱼子酱的汁水迸发 当然还有百香果的那种 吃到嘴里不知道是该咽了 还是吐出去的存在主义危机 这就是舌尖上的交响乐 舌尖上的圆舞曲 是华丽摇滚 也是灵魂爵士 是雷鬼 也是放客 是乡村disco 更是最炫民族风 这就是一个 五音不全的音乐白痴 最疯狂的梦想中 音乐的样子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了 我就开始来做 今天的分组料理吧 首先是这个配方里最朴素的部分 就是把秋梨糕堆到水里 我这有250毫升的水 量出一克的海藻胶 也就是海藻酸钠 喜闻乐见的白色粉末 虽然每次我做饭 你们都说像在做化学实验 但是这回我觉得我是真的在做化学实验了 把这个化学溶剂倒回到刚才这个 挤鱼子酱的瓶子里 记得一定要倒出来一部分 在这个碗里有500毫升的水 现在我要往里面加三克的绿化钠 不是绿化钠 盖粉 绿化钠 像我的盖水已经完全溶解了 我就要把这个加入了海藻胶的秋梨糕 挤到这个里面 挤到这个里面 哦 我真的成型了耶 朋友们 但是颜色比较浅 看不太出来 我成功了 哦 哦 哦 为了让成品的颜色再深一点 然后最后那个金球再大一点 我又往里面加了点海藻胶和实用色素 这真的就是一个化学实验 这不好像有点太粘稠了 这滴答滴答的都是长条的 怎么人家做出来都是鱼子酱 我这个就是小蝌蚪呢 这是我昨天做好的冰糖雪梨果冻 至少这个还是比较成功的 它看起来还是它应有的样子 来放入一些小蝌蚪 这个确实有一些超现实的 我这看起来就像一碗青蛙卵和小蝌蚪 游走在这些也不知是浑浊还是清澈的白色液体里 为什么每次不管我提前多到开始 最后的这半个小时都会感觉手忙脚乱 什么都没做 我还有多样的事情没有做 我现在再弄一个离丝蕎麦面 酱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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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道菜了 灵感来自于一道老北京菜 就是芥末堆 传统的黄芥末配白糖和醋 黄芥末的用量非常省应 它实在是味道太重了 我今天做的这些菜 我觉得看摆盘的精致程度 就能看出做菜的顺序了 还有17分钟还可以摆一摆 我拿了瓶红酒 那是谁 你那些同学来 看这人家都想办法 时间好凑 就咱们洗了 就咱们洗了 就咱们这些咸了没事了 最后有一个甜点是分籽料理 就是我是想做分籽料理的鱼子酱 就是你想做成卵子 结果做成精子 帮人家人工受精了 我们真是老年人 怎么了 你会把我说乌檐蕙鱼都剪进去 那肯定是挑着乌檐蕙鱼剪啊 这个很好吃 来给大家看哪个好吃 这个 这个其实和我想买的那奶酪 不是一个奶酪 它烤化了 这个好吃 能把刀蕙鱼剪掉吗 这个好吃 下一次佳燕的主题是什么 下回再说吧 刀枪面 刀枪面 永远有一个刀枪面在那儿放着 刀枪面是佳燕的美学 就是那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 我把辣酱都拿着你们自己挑 好的 你推荐哪个 你推荐一个辣椒 配这个的话 我觉得老干妈最好 因为老干妈有油 但是如果干吃 我特意喜欢这个 云南的 我这回去新疆 吃着一种可好吃的他们的 我也有新疆的 这个就是辣椒丝 其实主要喜欢买调料 做饭一般 这算是什么 好 得到 在干视频 这样 想要